中文字幕支援 好啦,我現在撥點時間來聊三國字好了 雖然今天服事得還是...服事得失聯了 但是沒關係,我們還是可以聊三國字的 OK的 你要不要介紹一下三國字13 三國字13 對啊,因為你有玩過沒玩過 研究非常久,你要不要... 不是,我現在來訪問你好了 他跟12跟11跟過去的遊戲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他這個版目前... 三國之13是第10代跟第12代的綜合版 所以他跟11代不一樣嗎? 11代不一樣,11代的那個... 要怎麼講,11代有那個感覺 可是他11代的瘋,要怎麼講啊? 優點基本上都沒有用盡他 我說實在話,其實我非常非常希望就是三國之系列可以抽一種 就是類似像現在三國之魔組的那個東西 然後配搭上三國運動 就是你在平常在做內政、在做行政、在做外交等等攻略的時候 其實就大地 那等到戰役的時候 然後比方講在哪個教會 進入到那個戰役 就變成無雙模式去打 單人嗎? 嗯? 進入單人的無雙模式嗎? 可是這個就變成說... 這樣很奇怪啊 對啊 沒有,可是這個就是以無雙制嘛 因為我就說他這個版他是有結合第10代 第10代就是擔任無雙制 所以有擔任無雙制的版 我懂了,我懂了 就大概就是像我之前在講無雙的時候的問題 你可以那個什麼,經營一個人的日常生活 然後去建立他的...有點像是猛將... 算是陰傑鑽那種感 陰傑鑽鑽的感 只是他是自由地圖 就是他是 他是以 就是某幾個時空背景有設定可能8個、10個 然後從那邊下去運作 然後他會隨著時間不一樣 所以他會有不同戰役 他不會是那麼死版版的 就是一定是有那種戰役 對,只是 比較麻煩的是 要怎麼講 他現在13代這個版本 他還是有許多不限制 就是他沒有辦法那麼全面 因為他打...他目前打鬥戰略戰法 其實是比較像12代 他只是多了一點點3D 可是那也不是真3D 就是假3D 就是把劃力 所以我覺得是有點弱 而且他的...他的武將制 其實當你沒有加入任何勢力的時候 其實你的靈活度非常低 所以我最近在看他們的威力加強版裡面的一些 測試啊,更新事項 我就覺得 哇靠,威力也不加強版 好想玩 超想玩 可是原本12月20幾號就要發的 他現在要演到明年的2月16號 剛好就是我B字開發前一點 天啊 今年明年的過年是什麼時候啊 啊? 1月...1月27還是26就出現了 那他威力加強版那時候還不出 那時候正好就是那個時候可以 卡在家裡面玩遊戲的時候 沒有我其實看...我其實對這個系列比較期待的是什麼 因為我到現在還沒有買13 但是我其實想要的是...我想要能夠創造整個地圖屬性的那個...架空故事 你知道嗎?因為他已經把整個中國做出來了 那以前其實三國是11啊,其實都已經曾經有人會去畫出各種地圖來 有沒有想過8年抗戰如果用這個地圖來? 有什麼樣的感覺 喔我懂你意思 或者是我們可以看金鬼南北朝或者是唐朝 或者是那個 宋寮金之間的戰鬥 其實12代啦還有一些什麼...其實前面有很多代 他們其實都有把古代的那種 比方講什麼銀鎮啊什麼 什麼劉邦啊那些都有用起來 就沒有用他們的地圖 大概第13...欸第11代吧 第11代有這樣 沒有因為11代是最...因為11代他有把整個地圖 把他3D的那個整個... 對 東西第4全部都搞出來 所以你用第11代來做這個地圖的時候特別有感覺 可是到第12代就沒有辦法 因為12代變成簡化版本 這就是我覺得如果你13代 威力加上版能夠讓我們更自由度夠高的 然後利用這個地圖做各種事情 然後我看到我看到那個 那個介紹的時候就覺得 喔幹越看越爽 因為11代當時 還可以有人還有發展出用各種的那個 外掛吧 就是可以自己做那個武將圖 或是陣營陣營地圖之類的東西 那你推薦什麼 因為 可是這個遊戲 好啦我只能夠用我玩11代的概念 因為11代的概念就是 城池然後 然後他旁邊有一間地勢喔 你可以在那邊建設這間天 而且你可以建 你可以建那個什麼 建軍營 然後 然後兵糧 然後你還可以建那個什麼 堡壘 然後或者說建建龍 然後去防禦 去打 而且還可以建造 就是 我覺得那個都很計算 因為 比方講 你在你在一定的距離裡面 都有建堡壘的話 基本上你 你兵不排出去 你用打的時候 基本上耗兵糧的速度不會那麼快 你可以打持久戰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投資 投資的那個問題 因為 因為你建設那個也是需要一定的金錢 你就會 耗掉一些你內陣上面的需求 等等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攻略 而且我發現 要怎麼講 你佔領 你佔領的地方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有些城市它其實是有特色的 比方講像接近海港 建業啊 還有那個什麼 如江 那些那些地方其實就是 就是屬於什麼 打海戰很爽 打陸戰的時候 真的就是一被圍起來 就是 就是被抓著打 所以其實我就覺得特色 是有 然後 要怎麼講第13代 其實也是有 也是有這種 狀態發生 只是它 就會變成說 他比方講他接近 在哪裡交會 他就是 那個地方的地 作為什麼什麼之戰 比方講在武藏原 就是武藏原之戰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 所以其實就蠻好玩的 就是武藏原之戰 記得那個時候我把打了 我打了至少三次 就只要打了三次 那個兵 兵糧都快耗盡了 才好不容易 打到長安那一邊 但是一打到長安之後 那個魏國全部把兵全部掉進去 然後又打 又被打回去 就是 那種東西 其實這種 這種設定 這種東西就是很講求平衡 可是在講求平衡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他的樂趣 他的樂趣就是 他永遠給你有機會 可以去打 然後你永遠會認為自己OK 可是 你還是會覺得 沒辦法 沒辦法 可惡為什麼會被打爆 然後你就一直存檔 一直去打 然後打持久戰 可是通常都是拖越久 對自己越不利 通常都是這樣 其實啊 三國這個系列啊 我其實是 你有玩過全軍破敵系列 全軍破敵沒有 全軍破敵其實是屬於歐戰跟那個 冷兵器啊火戰 但是他基本上是以歐戰為主 你如果現在有看到我那個 實況的話 就有看到全軍破敵 對但是其實他是屬於一種 是他加強版的是帝國吧 對但是他其實也有所謂的內政 內政模式跟進入戰鬥 然後進入戰鬥模式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種狀態 基本上即死 我其實玩完這個以後 我覺得 我有點回不去了 所以我其實一直很希望 那個中國的那個 部分可以做 全軍破敵 這樣 可能主要是因為歐戰他基本上是有走那種那種 白陣 不是 對方會那個什麼 對方有 一萬人馬 你也有一萬人馬 然後接下來 你就是要站開來 然後他可能在高地 然後你再滴滴 然後接下來你要怎麼辦 然後可能你要派一般人馬 繞到後面去攻擊他 或者是你的馬兵 在旁邊埋伏之類的 如果你有看過英雄本色的話 其實全軍破敵就是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 他就是他前面 英雄本色的那一段故事 那一場戰鬥其實就是很明顯 就是那種全軍破敵式的那種 戰術 他前面 好像是引誘 引誘 然後讓那個馬兵已經全部都跑掉了 然後再過來的時候可能用那個什麼 先把馬隊解決掉 然後馬兵 他們自己拍的馬兵從後面繞進去 對之類的 對啊 那 我雖然覺得還蠻可惜 因為全軍破敵 SEGA 算是SEGA吧 就是SEGA他們做的 發行版 應該是發行版 因為我覺得應該不是SEGA日本裡面做的 但是這個系列 一直以來都還蠻紅 他出了 羅馬 然後歐洲 歐洲戰爭 就是那種法國大革命 就拿破崙 然後還有那個 美國獨立戰爭版 然後還有出日本武士版 然後 我覺得最有趣的 日本武士版 因為他其實是把這個概念 延伸到日本那邊去 那他一直都沒有做過中國 我覺得還蠻可惜 你知道 如果能夠做中國 然後在中國地圖那邊做出散國 你就可以看到這種東西 然後他每一個國家的兵種 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 每一個國家有他們自己獨特的兵種 什麼龍 法國那邊有龍旗兵啊 然後那個 到 可能到英國那邊 英國那邊的那個 常供兵 可能又是不一樣的 喔齁 對啊 然後這個 他的那個3T處理系統 已經高到一個 很可怕的程度 你可以拉到非常非常近 像他這樣子拉近其實是 已經是沒有在 在玩 其實就是在觀賞他們 中間的那個畫面 但是他是一個 即時戰隊 那個時候也通常我在玩的時候 我會把他拉到很後面 對啊 還蠻可惜的 這個你可以去弄來看看 很有趣 因為他這個 早期的版本其實 沒有很貴 已經大概1000內就買得到 但是 我也只能 但是我也要說 不管是玩三國志 或者是玩這個啊 其實都是非常血尿的遊戲 就是把他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你知道 我每次都會巴不得我 希望我自己是 能夠回到暑假 高中暑假那樣 知道我有60天什麼都不用做 然後還可以活得好好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當你當成為社會人士以後 你要 你要為了養家 你要為了 下一餐 然後每天都不算 急急隱隱的焦慮狀態 其實 很難沉浸在這種遊戲 裡面 對啊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三國志祺戰到現在都還沒買 因為我知道我買了以後 一定能夠玩的時間非常非常少 你就等 玻璃家鄉版出了就買了 可以跟著借來玩就好了 麻煩 Steam帳號借一下 就可以玩了 對啊 你也可以用我Steam帳號玩GTA喔 對啊 GTA 喔 GTA我是沒玩過 但是常常看你玩就滿好玩的 GTA 有時候莫名其妙死掉啦 或怎樣 GTA就是玩 GTA就是玩來紓壓的啊 但是要有 要有同伴 就是有同伴 會願意跟你一起玩紓壓 然後 開始 開那個 即時通往來 來點 那樣才是 那樣玩起來才是會 真正的輸壓 啊 這種 我們現在談的這些其實都是單機遊戲 它單機遊戲是一種 我記得我在粉專上面寫過 你跟遊戲對話的私人時間 有點像是在讀一本小說 只是小說是你自己創造的 是 但是 它會花掉非常多的時間 那一款好的遊戲呢 就像是你 好一款好的遊戲會讓你沒有發現 你其實只是在跟自己對話 那一款爛的遊戲你很容易就會發現 你就會 沒過多久就會發現 就會自己問自己說 我到底在幹什麼 大概三國無雙七的時候 其實我就已經 大概有這種感覺了 戰鬥本身 呃 後來啦 我後來玩三國無雙七的時候 我在意的反而已經不是戰鬥本身的事情 我在意的是他們創造新角色的互動 就是 這 這其實 是不好的 因為創造故事當然是好 但是你的本 這顯然 如果當你 好啦我還蠻喜歡他們的故事 但是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他們當你 這也代表你的遊戲系統 其實做得很爛 你知道嗎 所以你才會 站在那邊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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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不想要 就是什麼時候那個 趕快把戰鬥結束 我要看他們的故事 不是這樣子嗎 對啊 照理來說應該要享受在那個遊戲 它設計出戰鬥的東西 才對 三國之十三 你玩過三國之三代嗎 蛤 三代 三代有但是我現在印象有點淡了 等一下好了 你你先開那個畫面因為 我需要看一下畫面 三代喔我想一下三代是不是當 當回合單一指令 還說那是一單 你覺得當回合單一指令豆蛇是一代 當回合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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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當回合單一指令 他是以武將的 工作時間 因為他他其實基本上 我會喜歡他是因為 好當然他的畫面很漂亮 這一點絕對是 沒有疑問 好現在放的是豆死的 不是不是超人版 可是我當年玩的是超人版 但是 呃他的反應應該是差異應該沒有那麼大 然後每個每每個月你可以做 的事情以你的武將的 人數 而定 就是比如說你有五個武將 對 就五件事 對你只有五個武將 然後你就可以做五件事 那其實我覺得那在當時是一個創作 因為以前就像你講的 就是回合 只能做回合 所以 所以 到最後你就會變成你 不知道該怎麼樣 sorry 欸還在嗎還在嗎 有有有 有 還在 沒有 因為剛剛看到浮士德跑上來 欸對啊 欸對 浮士德 Just hold 他就跑進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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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欸對啊可是他怎麼沒有在裡面 我看到啊 等一下 對但是他的那個麥克風沒進來 吼對因為他跟到家了 他準備一下 好吧 沒有我們先聊三國志三代 三代是 我當時看到三代第一件事 哦 這樣子我每個月可以做很多事情 嗯 對 而且我就接下來就是做那個 這個武將你可以叫他做很多事 還有一個特色 他的武將其實有分強的武將跟弱的武將 就是強的武將的本身 他的顯示會是綠色 就是你在任命他的時候 能力值吧 能力值 然後會有釋切性 就比方講文官 文將武將 他適合做什麼 對 有武官 文官 這是低階低階的 然後還有將軍跟軍師 這兩種 這四種 那 可是也不是 我覺得他的設計是巧妙的 因為 並不是說文官跟武官就爛 文官跟武官有一個優勢 是他可以連續工作六個月 就比如說我要讓他執行內政 我可以找三個 大概可能武力值可能只有 那個政治值可能只有50左右 很弱 但是我可以三個人一起 然後默默的 庚田庚六個月 你知道嗎 但是如果是 如果是軍師的話 你這個月就只能夠 他 他 就只能 對 不是 還是可以連續做六個月 但是你就是每個月 對每個月都要一直 把他叫出來做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這個很聰明 他那個時候其實就是 告訴你說這些武官跟文官 可以當執行者 然後呢 將軍呢跟軍師呢 就是在做單一那個什麼 可能計策啊 或是帶兵打仗 對 因為他隨時是需要 就是比方講 國家為難 別人發兵打你 然後馬上可以有應對的 他就是讓你抽出來用 將軍跟軍師就是決策 受計策 或是帶兵 然後進攻 那武官呢 他試著做什麼 訓練 增兵 增兵 增兵武將也可以 但是那個 基本上還是訓練 然後那個 增兵要看魅力值啊 對 但是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不用啊 他可以慢慢來 每個月就一點點錢 這樣也行 然後或者是 或者是那個什麼 文官 或者可以做商業 然後內政 還有耕種 開墾 這很有趣 開墾值跟那個耕種子是不一樣的 然後耕種子每到七月都會歸零 就是那個什麼 收割之後就沒有 對 對 可是那個什麼 開發值是很重要的 開發值如果開到夠多 然後耕種子跟上去 你就會 對 錢 然後這個就是 對 一直生錢 對 那 呃 這一點是我覺得他 呃 當時很聰明的一個創局 而且這些東西是有道理 對 嗯 然後再來就是戰爭的部分 我覺得戰爭部分也是當時一個很革命性的 戰鬥 我來找戰鬥 三國之三代 為什麼沒有 在我找圖的時候也告訴你們 音樂真的很漂亮 音樂真的非常非常好 我找到了他戰鬥畫面 他戰鬥畫面當時其實是 首先出現了戰爭迷糊這個東西 就是 在你進場的時候 你其實不知道這個戰場裡面有什麼 什麼東西 然後他的地圖一開始是用45度角 他 我覺得他的地圖大概是 在前幾代裡面算是很大 最大的地圖 你知道 士兵感覺起來小小的 然後整個城真的是超級大 然後每30幾個城 然後30幾個不一樣的那個什麼 呃 城市的那個規劃那個什麼 還有他城鄉的那個配 那個範圍 其實都是不一樣 所以你打到那個洛陽的時候 真的超級難打進去 你知道 就是 這 三國之三代打仗是 打仗其實是一件持久很持久戰的事情 這是非常血尿 你知道 所以我之前以前我是等前不打仗 你知道 所以寧願一直養 因為你要進去打 就要搞很久 嗯 對 但是其實這個 這個畫面在當時是非常非常漂亮 45度角的那個畫面 因為是一種擬3D嘛 對 他是用點出來的 但是你 呃 玩家其實感覺不到 然後可是這個遊戲其實 呃 我後來發現 你只要會用天變 風變 然後再用火計 你基本上就 就可以控全場 你知道嗎 就是有一些特殊能力 天變是什麼 就是把天氣給變化 對天氣變化 對就是變晴天 然後風變呢 就是風向變化 然後再來再放個火 你如果天變風變做好 然後再用放火 接下來整片都是火 你知道嗎 這是後來發現三代他有一個小bug 但是其實每一代其實 我都懷疑這個東西 bug是不是 是 是不是他們故意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照著那個來玩的話 其實難度非常非常高 嗯 是吧 像四代 你只要有 我記得只要有衝車吧 嗯 然後還有那個 弓箭塔 基本上你應該也就沒什麼問題 是吧 就是 對 但是三代這個東西 其實應該有被人家詬病 所以 到三國四四代的時候 就已經 這種 這種戰鬥方法就已經不見了 嗯 知道 直接放一下三國四四的戰鬥 唉 好 可以開始 直接插進去 你會發現三國四四的戰鬥就簡化很多 知道 一塊城牆 然後打進來 然後當然還有 我記得還有平原戰 對 我記得有平原戰 那平原 三國四 對阿 他這個 他這個東西 他之前 對阿 我說移植到GPA上面 就是三國四 對 這個其實我覺得蠻不錯 因為他的 就是他把這個場戰鬥簡化 所以就只有工程 然後還有 我記得應該有平原戰 但是平原戰的地圖就是也變很小 對 所以就變成不會在打仗的時候 拖得太久 雖然我覺得三代那個真的很漂亮 但是其實真的很 要玩很久 進戰鬥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但是這一代也是有 也是有BUG啦 你只要 對啊 衝車 開發出來 基本上那個什麼 把城牆撞破 對方有再多兵都沒有用 你知道嗎 這個 只要有弓箭塔跟 跟那個什麼 撞 撞城門 基本上四代就很容易就過 對阿 他玩過五代嗎 我覺得他們其實一直有在成長 就是他們 我覺得反而 相對於無雙來講 他們在做 前期三國四五代 三國四系列的時候 真的想了很多東西 嗯 對 三國四五代變成了平面 嗯 就是變成從上面往下看的一個棋盤式 嗯 然後那個 每一個 就開始有正式這種東西 他已經突然間 他就省略了美術這上面 已經反不歸真了 就是 反不歸真 就變成比較像以前我們在 那個什麼 玩象棋的那種感覺 哦 對阿 對 然後 呃 取而代之的是用陣型 嗯 不同的陣型會互相相剋 這其實還蠻好玩 而且他可以圍起來 然後用一起 嗯 有有有阿 六代 等一下 我記得六代好像也 好像就算是 要怎麼講 六代應該是四代跟五代綜合版 我覺得 他在十代之前阿 五代其實是最高點 就是戰場 戰場上面的配置方法 就是 他這個其實已經極大成了 你在玩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有 他這個 比方講 他這個陣型阿 這些他其實到第九代的時候 就到立體版的時候 他那個第九代他其實也是有用這個 就是有去擺陣型 然後又有去打 然後他其實是有 相補相印相剋等等都有 欸 只是他就是把立體化 我想看看 四代 四代那個時候有方向性這件事情 方向性 就是 有人從你後面打 那就是從五代開始 五代開始應該就是有方向性的問題 就是你 如果去打這個正式的屁股的話 會給他造成重大的傷害 嗯 對啊 那所以才會有方圓陣這種東西 方圓陣四面八方都可以守得住 都能守嗎 對啊 六代喔 六代我看一下 我找一下 六代 六代我其實不太熟 你要介紹嗎 等一下你 你先點開來好了 因為我這邊實況會慢一點點 就是這個畫面 我也要找一下 六代 六代又變成了45度子 但是地圖還是沒有那麼大 小小的 還是 沒有還是沒有三果治三大 因為士兵 軍力變大 士兵軍力變大 來進來了 六代 我看看他 也不是 對啊 其實對啊 他其實沒有太那個 而且我覺得他的時間感 讓你有那種壓迫感很重 你知道嗎 就是你隨時可以感受得到 然後往前 然後那個時間的流動 然後你的 你的兵一直 一直在縮小 甚至在減少 然後再打 可是這個時候的應該還沒有即時戰略吧 沒有沒有沒有 一直到十一代都還沒有即時戰略啊 嗯 勇敢 那怎麼講啊 到後面就到第十二代 第十二代那個打法就是 你一個兵團 然後呢 就是你帶了多少兵 然後這樣打過去 然後他其實是有那種類似夾擊啊 然後會有戰法 每個武將都有各自特殊的一個戰法 然後就打 然後就是互相打 然後消耗戰 我這邊有寫六代是先下令再移動 嗯 所以他會照著你剛剛下令的那個 的 的 對 跑後面後續的 那七代八代有什麼特別的 七代八代 你 沒關係 反正我還是先等你把畫面 哈哈哈哈 你有玩過七代跟八代嗎 七代跟八代 我有玩過 其實我 因為中間有罐子 七代其實 其實我覺得七代蠻不錯的 個人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然後 看到了 三國志七PK 因為我現在這邊自己有檔案 我乾脆有 看一下 沒有 他已經是 呃 七代看起來沒有 他士兵的那個 你看不到 他是一個人 對對對 他七代其實就是分成這樣 然後他分成這樣選擇 然後他這邊是有 就是有正型 然後呢 他也是前進 前進後退吧 然後他 他的 要怎麼講呢 他士兵一樣是有分兵科兵種 只是他 他這個部分 他在外交啦 還有一些運作上面系統方面 他比較屬於什麼呢 自立自強型 就是你 雖然我這樣講 就是他三國志系列整個 當然都是自立自強型之外 可是 這個又更 更偏重 因為 因為你只要擴張領土的時候 我覺得啦 就從這個版本開始之後 我就開始變得有一點點 應該說在這個版本玩的時候 我會變得保守 因為我只要擴張領土 我的武將一分散 我的成長就會變得很慢 那個緩慢程度是 你馬上立即感受得出來 就是 你可能一個層次 你原本有十個武將 但是 你擴展了一個空白地 或者打掉一個私力 你可能 一樣十個武將 或十二個武將 然後你分散之後 你的整個 都市或勢力的成長 會越來越緩慢 然後你就會發現 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人不夠多的時候 會發生這種事情 對對 而且他是 他是有那個什麼 行動不速 他用行動不速 他是消耗行動不速 所以他也是用財政的意思 他其實是蠻 對對對 想起來 三國志五代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是 那個什麼 變成你體力值 這件事情 對對對 因為可能大家發現說 人太多 然後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這樣子 其實是不公平的 對 因為像 像那個第十一代 也有這個問題 他也是 他也是用行動點數 來 來控制 你的東西 因為即使你領土 這麼大 所以到後面 你有時候你不得不 把某一些層次 把設定成軍團 讓他獨自運作 然後讓他去打 這個是三代的時候 常常 常常有發生的事情 對啊 十一代 要做的事情太多 對對對 然後十一代 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你只要把 內路就是 你不要讓 你的四面 都是敵人的話 基本上 你把 你面膜的小角 完全變成 你的勢力之後 你那一邊都不用管 就讓他屯良 就可以了 然後那邊一直運輸 運輸到前線 然後再開始打 對不對 其實是很有那種感覺 只是 那個時間感 還有那個 那個速度 其實就是 要怎麼講 刺激感 就沒有那麼強 因為你就沒有那種 隨時就是 你好像養兵 也很高一半 然後突然就被偷襲 然後就突然 規律感 就沒有 我之前不知道 是不是那是 五代一開始玩 罷了 五代一開始玩的時候 對方真的是 超容易幫你挖腳 就是你等 中程度 中程度 90以下都會被挖 對啊 中程度90以下就被挖走了 除非你是 一直要保持在100的狀態 嗯 九代呢 其實我對八九真的是不太少 九代喔 九代的話 九代 基本上九代 跟十代的畫面感 蠻像 就是打 那個什麼 打戰爭的時候蠻像 只是一個是君主制 還是勢力制 就是九代 然後第十代 是以武將制 他的差別主要在這裡 然後呢 要怎麼講呢 第九代的話 第九代真的蠻難打的 我個人覺得就是 你要拓展實力 你打空敗成 然後你馬上養兵 然後你還要一直 組成 你 話說回來 你這版每一代 你都有統一中國過嗎 不是 蛤 你都要統一中國 不是啦就是 比較前面的 大概前五代 前五代我都沒有 前五代沒有 大概是從 第七代吧 從第七代開始 才有 才有過 就是 大概第 第十一 第十二 第十三 就是完成的 完成的速度 都是相對而言較快 你整天大概 六到十小時 是有可能 可是前面那種 就是你一定要分批打 一定要分批打 可能要連續一週 有時候一週可能你 你才好不容易清空兩三個勢力 但是對面都已經壯大起來 要準備跟你打團 你懂嗎 對啊就是很難 真的超難 尤其是武將制的 第十代 第十代超難 我個人覺得 可是第十代是 可是第十代是 真的好難 真的 看他這樣玩 我也覺得這個難度其實是不低的 因為你 你設定路線 然後讓他自己跑欸 我都怕 對啊 你看現在這個第九代這個 真的超難 因為你發現你養兵 養兵 養人 然後你還要顧那個世紀 而且你隨著 冰涼越來越低 你的世紀一直一直 一直耗 然後這樣打下去 真的是很煩 然後你可能派別出去 然後別的地方另外一邊 又開始打過來 打過來說你要把冰掉回去 然後就復背受死 然後就被打爆 喔 這個真的 這有點麻煩 對啊 你就知道第九代這個 第九代第十代 其實真的是 讓人家很崩潰 也許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吧 十一代相對算簡單 十一代相對算簡單 可是我說實在的話 十一代 你只要沒有把先機做好 或者說你即便是小勢力 可是你武將不夠強 你沒有分配好 比方講像我 我很喜歡就是把冰都拆開來 就是大概一個部隊三千 三千左右為最多 然後我拆很多個冰團去打 比方講可能對方只拍兩萬 可是兩團都是一萬人 可是我拆了八團 我可能拆了八團 然後每個都只有兩千或一千 然後去加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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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十一的畫面像 這樣打會比較快 其實十一代到現在我還是很喜歡 恩 十一代我也是很喜歡 因為九代十代的那個銳利感 到十一代完全都沒有 就取了袋子變成一種水墨風 很柔衡 你知道嗎 對啊 就看這個畫面還是覺得還蠻舒服 對啊 其實現在在玩十一代應該也不會 對還是ok的 很ok啊 現在玩十一代反而還覺得 感覺還比十二代啊十三代的先進 只是 沒有十三代因為做太簡化了 所以你其實已經不太 不是 最簡化的是十二代 十三代 喔對就是十二代 十三代其實是蠻不錯啊 就是我覺得耐玩 而且他那個角色那個聲音 中文有點弱啊 雖然雖然我都已經靠背起來每個角色的那個 那個 要比方講曹操 嗯 祝我曹孟德 以底之力 然後什麼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嗯 這 就是我的靶業 哼 想與我曹孟德論戰吧 哼哼 有意思 因為他 拿出你的口才說服我吧 我知道 這就是他們所謂的那個配音 其實在十一代就做得很好 對啊 沒有還不只這個啊 我覺得十... 嗯 十一代的時候其實不只是 我覺得在玩法其實不只是內政或者是戰爭 你知道嗎 嗯 我覺得外交的蛇戰也是非常有趣的東西 哼哼 你玩過...你應該有玩過蛇戰啊 有有有 蛇戰很好 蛇戰超high的好不好 是一種很有趣的剪刀石頭布遊戲 對啊 我一直都覺得蛇戰其實是可以那個 蛇...蛇戰其實... 我真的覺得可以脫離出來做一個遊戲 你知道嗎 很酷 蛇戰的話 蛇戰的話 第十代... 跟第十一代其實我都覺得做不到幾隻 然後 單條也算是... 就是他有多種組合 可是你知道 第十三代的 他單條跟蛇戰其實是... 超頻運氣的 我還...我真的覺得十一代的蛇戰真的很酷 他...他有弄到很... 呃... 我覺得他真的想得很細啦 就是弱的人不一定會輸 你知道嗎 但強的人本身... 你如果抓住...抓好時間點 弱的人還是有辦法反敗為了 所以常常會有看到這種... 流產... 這個挑戰你知道嗎 拿流產去對人... 對樓桂這種... 哇...是另外一種另類的玩法 你知道嗎 是立法可是居然的一種 而且我覺得他裡面的那些那種特殊技能真的很high 那個什麼... 大鶴 然後大鶴就是... 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嚇人 你知道嗎 然後還有無視 無視真的超好笑 我聽不懂在說什麼 然後... 對方就很生氣 怒氣質就爆表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設計這遊戲的人真的很... 很有點 你知道嗎 就是...他很... 很真實 你知道嗎 雖然他是一個簡單的遊戲 但是他就是把吵架的... 的概念把它弄得很清楚 你知道嗎 辯論 所以... 一直到後來好像還有人 把周星石的那個什麼... 吵架把它拿來用 你知道嗎 就把它套在這上面 因為... 因為實在太像我們平常日常生活吵架 的那種... 狀態 嗯 講到... 講到這個福士特一直上來留言 他有沒有要進來啊 對... 欸有人說我配音很像是真的假的嗎 對啊 所以說我是真的常聽的蠻好玩 然後像那個孫策也很好玩 孫策是什麼 作為猛虎的血脈 我要擊碎你 之類的 對... 沒有我那時候也還蠻喜歡學的 只剩一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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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傢伙 11代啊 11代啊 對...11代超好玩 然後還有女孩子的聲音 女孩子的聲音雖然有點晶片 但是也還蠻可愛的 對啊 蠻好好玩的 蠻好好玩的 我真的...我真的覺得 群裡面配音然後聽那個 然後整個打下來是真的超好玩 嗯 三國 欸... 福士特有沒有要進來啊 沒進來... 福士特 福士特 福士特不進來都要聊完的 你知道嗎 呵呵呵 要聽他的意見啊 對啊 嗯哼 欸他進來了欸 有嗎我看一下 找一個適當的切入點 喔他進來了 哇 怎麼... 我在想說我們... 話題應該講完 我已經一口氣不小心從一代 從三代講到十一代欸 就完蛋了 呵呵呵 我今天講到十三代去了 哇齁 十三代就不熟啊 所以沒辦法那個 還好吧 那純愛守閘吧對不對 純愛守閘 好 我...我買十三代啊 那你... 十三代我也有玩啊 很好玩 超好玩 我目前... 我目前全破的地圖 我看一下 我記得有五個 我目前全破的是... 那個... 黃金之亂 凡董國 群雄歌劇 平定一周 我目前是... 全破這四個 嗯 嗯 我就覺得喔 爽爽 不是那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他會有劇情 呃... 劇情小劇情故事版 還是什麼 也不是說小劇情故事版 他是... 他是... 每個時間點的切入 然後也會有假象模式 哦... 所以你是要完成到某個程度 就結束了這樣 嗯... 呃... 三代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情形會發生 就是... 因為你... 你的角色可以去別人的城市裡面打工 那就是... 哦... 那有一次我選操... 操... 我到了元少的城打工 然後後來兩邊就開戰 開戰... 到整個戰打完 我還在裡面打工 你知道嗎 那這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很無厘頭的情形會發生 但是就會... 變得很多故事可以寫啊 所以... 狗狗扮演 對啊... 對啊... 冒險故事這樣 不是... 這應該就是所謂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創造出 屬於你自己武將的冒險故事 這樣 嗯... 是他連一般的武將都可以玩得滿有梗的 可是因為... 啊... 好啦... 這樣會花掉你的很多時間 哦... 會... 會... 這也是我一直到現在都不敢下手買三國志十三去 嗯... 可以再加上版嗎 可是我覺得對社會人士... 我真的覺得對社會人士來講 玩三國志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你知道嗎 因為他沒有一個... 像玩太空戰士戰略版吧 像玩那個... 那個... 機器人大戰吧 他就是... 有分出關卡的 所以你在關卡當中你就知道結束 我們可以... 因為這個節點結束 然後我們就可以休息 對 但是... 三國志十三是... 沒有結束的一天 你知道 除非你統一了中國 這樣子 或者是你... 尤其是武將之... 我覺得武將之更是恐怖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 你... 永遠不可能統... 統一中國 好難喔 一想就覺得 可能老死才比較快一點 對阿 真的阿 真的是這樣子阿 講到老死 之前光榮就有一個人玩十三代 他就是活到所有人的時光 他就統一天下了 對阿 我有看到這一篇故事 就是... 非常長命 所有人都死光了 然後那個什麼 整個中國只剩下一個人 這樣 我的媽呀 這... 一想就覺得好可怕 對啊 唉 好吧 所以你現在還有... 你真的還有時間玩三國志十三 有阿 有阿 十三我有玩阿 然後十二... 十二之前有把對戰系統拿出來 特化嘛 就是獨一一個 阿...我有玩線上版 我有玩那個免費版的三國志十二 對對對 那那個東西你覺得他有可能成... 他當時一開始 我們以為他是想要把它做成平板 但是... 他其實十二是為了平板做 對可是他沒有... 對他沒有真的做成平板 呃... 後來... 有一直在更新 我記得手機好像可以玩 日本好像有 真的假的 他一直出卡包 他一直出新的卡包 所以他...喔... 只是...喔... 這是對戰版的關係 是不是這個對戰 對... 他們拔掉了是留對戰 有喔... 他日本有玩... 有手機版 然後... 呃... 講到對戰 以前有一個三國志 internet 那個也是... 對戰特化版 蛤? 欸我... 我不知道那個遊戲耶 但是我知道他非常常壽 就是一直到很後面都還是有人在玩 對對對 三國志internet 他就是... 在當初廣告發達的時候 會出... 我有買 可是我不會玩 不會玩 蛤?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畫...畫面 三國志internet internet 對 三國志internet 欸...找到了 13 三...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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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要緊繼續聊 呵呵呵呵呵呵 我要找一下畫面 1999年初的 1999 那... 那他怎麼玩啊? 嗯... 想... 呃... 他那個時候就是每個人選擇一個軍組 他其實是三國志六的改版 就是類似把三國志十二的戰鬥抽出來 他那個時候是三國志六的彩畫版 嗯... 然後... 每一個人選一個 然後... 就是類似文明帝國你知道 在這個時間內 你做完了是不是 大家就接觸這一回合 這樣子 但是... 他就說真的沒高度 他怎麼玩 這個... 這個...有中文版嗎? 這個版本... 好像沒有吧 沒有 沒有... 要連線要買中文版 難怪... 那就沒有辦法 你剛剛問到那個... 你剛剛問到那個... 你剛剛問到十二文代有沒有可以買 因為他有出PSB嗎 對啊...我知道PSB有...有這個遊戲 所以他...可是他在一般的那個Android的平板上是可以玩的 有嗎? 沒有吧 那時候免費版是... 因為我看AMO一直用 嗯... 嗯... 怎樣 他有一直在更新他的卡片 哦... 是啊...他現在還是有啊 我知道他還是有啊 只是他在台灣比較少人玩 對...就變追上榜了 我還真的有買過卡包耶 對... 抽...就是抽那個轉蛋這樣 然後可以用什麼武將之類 他就一直出新的啊 對...像上次... 像上上個禮拜講到... 龍狼傳的那個角色就是... 新出的卡包之一啊 對啊... 其實...其實你剛剛提到說 社會人是很... 很早有時間在玩三個字啊 嗯... 最近的新章也忘了 新的三個字十二十三個字 其實你可以發現他都朝社會人士的作息 跟習慣去調整 就是... 節奏變快 一輪的時間變短 然後也不再以同一天下為目的 你有各種玩法 哦... 三國志十三不再以同一天下為目的 呵呵呵呵 你看他的... 他的加強版變成... 嗯... 就是... 三國志十三他現在加強版 他就是強化了... 你個人可以有各種各樣的... 比方講... 他現在強化了你在在野時期的各種玩法 你可以... 比方講你是一個武官好了 你是一個武將 你可以選擇你是可以變成俠士 或者是你要變成盜賊 變成大盜... 的那種路線 然後比方講你是一個商人 你可以是一個很好的商人 是一個清白的商人 你也可以是一個奸商 這...之類的 所以其實這個玩法就是很特別 就是我最近看到他... 欸?怎麼不見了? 蠻興奮 蠻興奮 最近看到他蠻興奮 對啊 然後... 那時候看完第一個想法就是說 我們可以演火鳳鳥遠 你知道嗎? 因為... 你可以玩商人 商人可以去解副勢力的發展 你可以玩刺客 可以去按刺客 可以去按刺客 哦... 對他裡面有刺客沒錯 哦... 好啦...這也是沒錯 之前像我在講三國之十一時候的所謂的蛇戰 他有另外一種玩法這樣子 對啊 那所以也就是說三國之十三就是 除了... 當君主之外 還有其他... 其他的玩法 對...對... 他是有其他玩法 OK... 十三 可是... 其實坦白說 因為我在... 我在看他們玩十三的時候 我一直都搞不太清楚他們戰鬥要怎麼玩 有點... 搞不清楚他到底是 所以在玩鬥呢... 就跟醒眼一樣 你放AUTO讓他自己打 真的嗎? 對... 其實...其實可以打... 其實可以放AUTO自己打 只是... 我基本上啦... 我基本上都喜歡介入打 就是只要我自己... 飾演的那個武將我都喜歡介入打 因為... 因為其實進入介入打 除非是多線啦 沒辦法分身 不好的話基本上介入打 尤其是那種很關鍵的戰役 就是... 一次四五個兵團一起聚集的那一種 我就會直接介入打 可是這個... 因為那個路線... 因為那個路線的選擇 還有那個夾擊等等的 那個... 那其實是蠻重要的 十三... 好... 十三的... 呃... 他... 因為我以前玩三代的時候 或四代的時候 我知道有些Bug 有些Bug可以讓你輕鬆玩 十三代有沒有什麼輕鬆玩的Bug 沒有欸 就是要老老實實這樣打 他...訓練度會造成影響 也不是說... 十三代有個好處 可以放風聲的 放風... 蛤... 就是... 呃... 像你現在畫面... 就畫面上播的十三代其實是... 有點像... 即使戰略... 嗯... 那... 早... 早期的版本... 剛出的第一個版本就是AI非常的智障 就是... 你只要... 一隻兵跟著他跑圈圈 他就會從... 從裡面衝出來 嗯... 哦... 哦... 這對玩單機的人來講其實是一個... 呵... 好事... 作弊... 對啊... 沒事... 就是要他四個去追同一個 然後另外四個去破壞後門這樣子 哦... 對對對... 對... 可是... 我覺得他這個版AI其實算聰明欸 因為當你... 因為其實我是習慣... 清潮而出 就是全部的兵... 全部都往前 或者說其他就分散 然後我本陣不會流兵 所以當我有出現一點點空隙的時候 他就會直接繞到後面 所以我就特別要再拉幾個兵 拉回去去守本陣 我是覺得蠻聰明的 我至少覺得 雖然還是蠻好的 後來更新有強化AI 對... 他更新強化AI 然後他也有增加... 比方講就是... 君主或者是一些委託任務啊等等的那一些 可以獲得金錢的方式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你不會單單靠鳳幕 或者是靠戰爭的那個... 就是戰鬥裡面的補給 或者說那個功勳的那個名次 去拿錢 就是他會有更多元的方式 可以讓你去獲得金錢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的任務 比方講 你要跟某一個武將結成班 就是變成朋友 你可能中間的跨越的過程 就是親密度打80%以上之後呢 他中間會有個特殊任務 其中有一些任務是需要去買東西的 然後買東西呢 你就必須要有錢 有的時候那個很靠北的就是... 他要求的東西就非常貴 比方講 類似像什麼孫子兵法 還是什麼東西 那些兵書 超貴 幾千塊 幾千塊 那有的時候你可能身上 就不會有那麼多錢 因為你發現你前面 光是要認識那個武將 或者說跟他變得比較親密 你要去幫... 你要一直去幫他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說跟他一起去工作 不然的話就是一直... 那個買酒 然後喜宴去跟他喝酒 這樣 就還蠻好玩的 就是其實還蠻... 還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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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友遊戲的概念 對對對... 交友遊戲的概念 之前... 三國志實在在剛出的時候 也有人玩這種類似的東西 就是... 他演一個女孩子 女服 然後... 一直跟他結婚 然後... 那個什麼... 叫自己的先生... 把自己的先生... 就是慫恿自己的先生 然後派最少的兵出去打仗 結果死掉 然後接下來... 再找下一個 然後再去跟他在一起 之類的 對啊 各種奇奇妙妙的玩法 對... 但是... 從這個時候... 玩家就錯開了啦 就變成本格派的... 喜歡控兵操作的 嗯 嗯... 在11代 嗯... 嗯... 但... 他就是喜歡走... 扮演... 就... 角色扮演啊 但是... 嗯... 該怎麼說呢 但有意思說 這就是十三代他的... 那個吧 就是...他們以後... 可能會面臨的難題 就是你必須要做不只一種玩法 嗯... 就是...一個三... 三國的人生遊戲 對... 好啦... 你們講一講 我們應該想辦法去弄十三代來玩 對... 你可以等... 你可以等那個啦 你可以等那個啦 你就等他... 光榮每次... 光榮每次... 我只能說光榮遊戲的價格每次都這麼高 其實是很痛苦 你知道嗎 嗯... 來啦... 還好啦... 你有些買十三代的話 到... 後面那個時候買只要980 所以假設沒有的話 你一樣要花三天 還是很貴啦 這至少都... 比一般都... 他比一般的遊戲都還要貴很多 我覺得... 可是我還要買那個... 嗯... 對啊... 我還要買Steam上面那個三國製製作大師 欸... 呵... 哦...我知道那個... 那個不用... 欸... 那個應該... 那個應該很便宜 那個就是把三國製一代的那個... 我記得這個遊戲啊 三國製製作大師 他就是以三十... 三國製一代來做... 他的腳本 然後... 呃... 以他的三國製一代的那個本為主 然後你可以... 呃... 做自己想要的那種... 的劇情 做自己想要的那個視力配置 可是其實這個東西... 呃... 有需要買...買這個遊戲嗎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有那個套件 可以去做這種... 事情 我那時候想要試試看 結果我發現... 哇靠裡面DLC全部都是要錢 哦... 都要錢你知道嗎 我記得他一開始好像還有送啊 因為我後來有拿到... 然後那個是... 有送的 所以進去玩的時候是... 呃... 什麼都不... 他本體本身不用錢 那當然他用... 他是用那個... DLC在賺你 啊... 他本體是一代啊 本體第三國是一代啊 對啊... 對啊... 那你玩起來覺得怎麼樣 呵呵呵... 呃... 我有試著準備一百名國無双 做完發現... 啊... 把我去玩名國無双就好啦 呵呵呵... 對... 啊... 對啊... 講到這個... 有一個... 因為你看十二代... 曾經想要做平板 但他其實好像在那個什麼... 台灣這邊推行其實都沒有推行起來 沒力啊... 我就覺得沒有... 沒有感覺 不是啦... 你覺得... 平板上面到底適不適合這種遊戲 適合... 我覺得... 還... 應該是... 你現在的玩法來講 你看喔... 他... 現在新的版本... 控兵也變成... 又... 連選... 又突發的... 對... 那你說... 你介面操作的圖片指令... 就點了點去... 因為... 其實他這樣子的改變... 已經是為了潛入... 市場... 很平板的... 對啊... 可是... 因為我覺得... 主要的問題是... 以前我在玩那個... 機器人大戰... 或是... 太陽戰士戰略版的時候 都覺得這種東西... 其實明明就是... 平板最適合的... 的玩法 因為你... 不需要用滑鼠 你只要用手指去點那個單位就好 對啊... 但是... 呃...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消費方法... 他們那個獲利方法的問題 就是我其實現在很少看到... 有人用平板在玩SLG 你知道嗎? 明明理論上來講... SLG感覺起來好像是最理想的... 啊... 平板最理想的一個... 是一個很... 最理想的裝置 但是我... 但是我其實真的不太容易在... 就是好像沒有很紅的SLG 在... 在平板上面... 就是然後很多人都知道這樣 嗯... 一來是因為這方面的... 網壓粉身就是... 像... 像... 網洞嗎? 蛤? 像台灣有一點阿里啊... 嗯... 嗯... 完全... 它比... 今年是... 不算大眾 嗯... 嗯... 我認為超速上不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那天玩還蠻順的 嗯... 那你說理論上像... 國產的天使帝國5啊... 這個... 帝國4啊... 應該也可以出來平板 嗯... 嗯... 第二個我覺得... 在... 在Google上面... 在... 在... 他們命名的去盜版嘛 嗯... 嗯... 又盜版 那是特偉的那種... 對著APK 過嘛 嗯... 所以我認為他們... 最後會出的就是... 出免費版... 嚴格的功能在... 在... 那... 其實光榮的... 嗯... 那個... 老闆... 嗯... 那... 一年的CED... 他們有講... 他有提到說... 光榮其實在... 手機... 並沒有... 代表作... 嗯... 嗯... 二玩的地方... 所以他接下來會... 進... 但是你看喔... 大航海時代物... 就是為了手機跟平板而生的... 嗯... 對... 對... 嗯... 基本出了將近半年以後才有手機版 那代表說他們在做... 遇到很大的強... 嗯哼... 我們都會聽過這次... 這次... 叫做平板...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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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 有問題... 在上面... 嗯... 我聽不清楚... 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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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 OK... Alright... 呵呵... 我們的網路... 有問題... 對... 對... 大概知道意思啦... 就是光榮現在也其實有在發展... 但是... 好像到目前為止... 在那個什麼... 平板上面都還是沒有成功的東西... 對... 沒有成功啊... 嗯... 所以他們還是有想要... 可是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相對有點... 他把椅子上去... 除了技術上... 有一些地方需要克服之外... 會不會變成說... 他可能有些部分... 他必須得要割捨... 或者是降階... 然後讓他能夠... 在上面... 運作... 因為他可能就... 首先會考慮到一定是容量大小... 這個我覺得應該... 比較不會是個問題... 因為平板的那個... 跟手機的... 他都一直在往上... 性能一直在往上... 你知道嗎... 這之前那個... 我還記得... 三國... 呃... 太空戰士七代吧... 嗯... 才在講說... 他沒有辦法在平板上面出... 這樣... 可是... 嗯... 我覺得接下來如果平板... 因為手機功能一直往上升... 搞不好就是... 到最後就是... 應該就可以了... 對... 對... 這個應該只是沒有辦法... 只是現在技術上... 還沒有... 我覺得啦... 這個就是時間經過... 他是成為一個... 必然的東西... 只是他發展的... 好不好方向... 對不對... 我覺得啦... 他是必然一定會... 最後... 他一定會在這個市場上... 或在這個... 界面上... 他一定可以... 有一個... 東西出來... 只是能不能被接受... 嗯... 而且其實... 呃... 光榮... 有把三國志... 意義三國志二... 你知道嗎...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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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這個... 他們應該慢慢出啦... 就還沒輪到十三... 就這樣... 沒有... 可是... 因為三國志... 一代跟二代... 雖然有出在Android上面... 但是... 呃... 那不行嘛... 就是他在沒有... 他... 在台灣沒有出中文版... 你知道嗎... 嗯... 嗯... 很可惜... 就是他沒有... 他沒有做... 沒有... 這樣子其實台灣其實... 不太... 不太能夠好玩... 可是... 可是我... 我不太同意... 因為我覺得... 真正... 就是... 史中的三國志玩家... 你不管是... 第幾代有沒有翻譯成... 中文... 他基本上他只要看那個地圖... 他都知道那個是什麼... 嗯... 我說實在話...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都... 我很在意的就是... 遊玩度這件事情... 就是遊玩的那個... 直覺跟... 你的舒適度... 所以你如果沒有辦法做好... 其實覺得... 會很痛... 對啊... 唉...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 呃... 光榮可能對台灣的那個什麼... 手遊界其實沒有... 沒有信心... 我覺得... 他們可能真的不太... 不太喜歡... 嘖... 我覺得他們可能就擔心盜版或什麼...